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是很久沒有去過BBQ呢? 家裡有一部電燒烤爐 想何時燒夜吃都沒有難度 不過消衛會測試了市面上 11款的電燒烤爐樣本 發現當中7款有潛在安全風險 其中這款樣本參考國際標準 在非正常情況下操作 測試期間樣本出現無煙和著火 有潛在的火警危險 而這兩款樣本 測試棒可以接觸到內部的大電部分 或者零件 安全程度欠佳 至於這四款樣本 內部大電部分 和用家可接觸部件之間的絕緣距離不夠 或者地線長度不夠 同樣有安全風險 提提你 電燒烤爐煮食的時候 溫度可以超過300度 至於機身的溫度也可以很高 小心燙 測試中這五款樣本的部分位置 例如烤盤手柄 溫度調節器 或者桌面等位置的溫升 較標準上限超出7至27度 大家燒烤食的時候要小心 以免辣傷 用電燒烤爐燒烤食 當然要按說明書的指示 預熱烤盤 但原來不同產品 預熱之後的平均最高溫度 可以相差大約200度 隨時會影響食材的燒烤效果 測試中這兩款樣本 預熱大約5分鐘之後 量度的平均最高溫度 相差大約1.5倍 而這款沒有提供預熱指示的樣本 在預熱13分鐘之後 平均溫度更加超過300度 大家要按食材的種類、大小和份量 自行調較預熱時間和溫度 不要燒得太焦或者不夠熟 考考你 在同一個電燒烤爐燒同樣的食材 但它們煮熟的程度竟然不同 究竟為甚麼呢 測試用紅外線 檢視電燒烤爐的熱力分佈 發現烤盤在預熱之後 不同位置溫度相差 由23度至最高的83度 其中這三款樣本的最高溫度差異 都超過70度 反映烤盤的溫度分佈極不平均 所以燒出來的食材 生熟程度都會有不同 減電燒烤爐 除了要留意爐安不安全 燒的食材好不好味之外 還要想想在燒完食材之後 會不會頭髮、衣服、整間屋都很大股油煙味 很難聞呢 減電燒烤爐 記得要留意油煙的息出量 測試中這款樣本聲稱是無煙燒烤爐 但它的平均油煙量較高 其實想燒烤的時候少些油煙 如果產品有提供鍋蓋的話 可以用距離阻隔油煙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都可以減少油煙味 是時候等消委會教大家 使用電燒烤爐的小貼士 燒烤食物時 或者會因高溫而產生致癌物 大家要適可而止 保持均衡和多元飲食 部分電燒烤爐的輸入功率較高 不要跟其他高耗電量的電器共用電源 燒好了 嘗嘗好不好吃 想知道更多關於電燒烤爐的消費貼士 記得看第545期選擇月刊